好 接下来我们大概就把后面的这些 除了下午要讲的facing小图以外 我们这边大概跟各位再演练一下 好 不到你们这边做完了没有 好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些都是蛮经典的这些的图形 我们前面看到的xy的散布图是针对两个变异的因子 去画x跟y 那接下来的histogram 直方图呢 我们是一个distribution 就是所谓的分布 单因子变数的分布图 通常画直方图呢 我们通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年龄的分布 我们客户年龄的分布 假设从1岁直到120岁 好像这样子 那密度图跟histogram呢 其实是很类似 只是一个是柱状的 一个是连续型的 好 那一样我们现在针对的是谁呢 因为记得histogram 我们就直接打这个geometry的图形的名称 就是histogram 它就会帮你画直方图了 那直方图的话来看 我们刚才有讲的是单因子变数 只要投入一个变数就好了 它就可以帮你画出来 这个是重量的分布 那你 其实 接下来你们就要自己练习啊 还记不记得 这边要自己练习啊 如果说是有重量的 那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price 对不对 那如果price忘记了 你就把它打一个names names 然后我的是diamonds 这边都是各位要自己去练习的 不是只有一个变量 像这个因为是属于price 你可以试试看 有空就各位多练习 不是只有老师给你的程式吗 这个是价格的分布 有没有price价格的分布 那你说老师单因子可不可以 针对这种类别型的变数去放呢 原则上好像是不行 我们来试试看嘛 我们用 刚才重量有了 我们用这个quality来看 他会跟你讲错误 因为它是属于要算数值型的 类别型就没有办法做 好 错误了 我们再把它杀掉就好了 OK 那density 我们只是把原来的histogram 有改成是线形的图形 那一样这边可不可以去改成 就是price 这边就是请各位要去做练习 好不好 那这边 做练习你才会知道 原来针对的图形 不同的图形 不同的变数 它的图形代表的意义 好 那这个是histogram里面呢 它可以去让它的图形的边界 这个bandwidth可以有大到小 各位看到最大的是这样子 最小的是这样子 好 各位去看到 不同的因子它之间的变化 好 1的时候是这样子 0.1 0.01 好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不同的这个大小 差别在哪里 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是在这里 正常的话大概是几个点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是正常的 正常的大概是 并只是30 它一个图形画30个小霸进来 好 这是直方图的一些 你们可以的话 这边拜托 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说都把它集合在一起 你们可以的话 麻烦就一个图形 一个图形的 就是一个区块 好不好 就像这样子 一个直行就好了 这样子看 这个是你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的变化 后面的就一一的自己去做 好不好 好 各位要这样子做 你才看得出来它的变化 这个宽度是最宽的 它只用了两个 好那我改成 0.1 再细了 十分之一倍了 这边宽度你就可以去调整 一样 这些程式码 各位不要一整个区块 可以一个程式码 一个程式码的区六 做练习 好那接下来是 我们还可以density 再加上之前的参数 之前的参数 针对颜色来制作区分 你可不可以针对 你可不可以针对 对 可以 可不可以针对什么呢 来这边是针对 填充 Fear Histogram 去做填充 不同的这个 那请各位这边 要自行去练习哦 只要有类别的 你都可以去改哦 那这边是什么 color 我可不可以改成cut 就很好玩 看到没有 cut有cut的做法 那还有什么呢 只要类别型的 统统都可以去文 好不好 cut还有什么 creatority啊 好不好 这边拜托 不要说只有老师的程式嘛 可以的话 就多练习一下 这个color 刚才的creatority 这个进度 也是类别型嘛 看到了吧 这个就是各位 你要 多练习 看到不同的 好 看到没有 这个类别图是可以做的 好 OK 那这边就 这是histogram histogram一样咯 那这边你们是不是都可以去改 不同的cut 的histogram 针对的是 那刚才的是cut 你可不可以 这个重量 那你可不可以针对 price 可不可以去做 一样是可以做的 来我做一次给各位看 好 好这边都是各位可以去做练习的 好这边都是各位可以去做练习的 改不同的这个是price price price的分布然后针对车工的部分来看 好看到没你的histogram diagram都可以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bar就是长条图 长条图这边各位应该比较不陌生 好这个以前常常在excel里面常画 好他就叫做bar 好那我可以针对这个bar的时候就还不错 好bar的话可以针对类别型去画 好类别型去画 类别型它就是看它的个数 好 好这边一样颜色都可以再换 换color换cut 换create 好 老师再三的说明这些老师之前都练习过了 你们今天再走一遍多做一遍好不好 好 好那这边就自己去看一下咯 可以的话就自己把程式码去改一下 好看到没 最主要是要看到因子跟因子之间的变化 那如果类别还可以有颜色来去做区分的话 又更好了 好 OK 那我想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让各位多练习一下 包括这个时间序列的图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 是时间序列 跟时间有关的 因为是date 那这个是一个economics的一个资料集 那我把这边先copy一下 因为这个我省略了太多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经济数据 但是它跟时间有关的 以后我们会有个章节会谈到时间序列 那这边就麻烦各位一个一个的练习一下 date当成x轴 它上面的波动 各位练习完之后 你要找别的案例做 不是只有执行老师 你执行老师的 你要去看一看 为什么是图形出来像这样子 这个是unemployee对于总人口 对于总人口 好 各位看一下 我们今天早上提到的这个ggplog2 可以看出来 画图跟我们原先的资料集 所呈现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OK 那这边画一些比较奇怪的图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我们下午的时间呢 大家就会去谈所谈的physics 这个physics很重要 就是除了类别以外 它还可以放小图 依据类别来放小图 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让各位练习时间了 按摩 我们下 rond comentarios 练乡 练习 importante flew